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有些休密的地方 他完全吃肉 那么来到台湾 素菜很多 可是他不愿意吃素 而且还是凭老命的尽量吃分菜 我在民国四十一年 跟一位蒙古的所谓佛夫 到南部来 跟长大师来弘法的时候 半个月的时间 这个佛佛 他一天没有肉就吃不下 我们天天都是 大家都吃素 他吃饭的时候 他的副官带着这个肉松 那么有一餐呢 我们大家一通吃饭 他也跟我们共一桌 那么他的面前就是有一个小丸 那古代的小丸 装满了这个肉松 那么一般人看不出来 那么迟老啊 他他的筷子很凌厉的 他看到他面前有一碗菜 他筷子就伸进去 就夹那个肉松 他也不知道是肉松啊 他一夹的时候 那个副官就赶快把它拿掉 不行不行 不行 这个你不能吃 呃呃 死了眼睛 身大看看 为什么不能吃 你们吃 我们为什么不能吃 他说 这个分蛋啊 哈 哈 一层 筷子一丢 换过筷子吃完 所以我亲眼看到的 他们吃肉吃成习惯了 一餐没有肉他就吃不下 这不像话 佛法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曾说过 张家大使我最佩服 他到中国他就吃素 来到台湾完全吃素 他一点也不讲 所以应当是要随准返金 没有素菜 不在意 像六祖啊 他隐藏在打猎的群众之中 十三年的时间 只吃肉编菜 那个地方你没有办法 他们都是吃肉的 那你跟随在他的房地里 你不吃肉你怎么生活呀 可是他是不吃肉的 不吃肉怎么办呢 他每天都在山上采鲜三菜 现在的菜 隔蓝菜 隔蓝 他个蓝子一边肉 一边就是他的青菜 就是这个东西 那是六祖吃的 六祖吃开来了 我们都吃 由长到今天 所以那个时候 六祖他只吃肉编菜 那个干肉一块煮 那没有办法嘛 你不吃 不吃饿死 单吃肉编菜够日子 他吃肉编菜 他也不会想吃肉啊 否则的话 天天都吃肉编菜 那么肉编菜的菜里面 不是有肉味吗 这自然的现象啦 可是他为了要维持生命 而且他是一代祖师 不会麻布 所以十三年完全维持肉编菜 那么像这种情况 因大慈悲假名为肉 那个肉不是真肉 是假名 那么佛在大慈悲心 未了要使佛法能够流传在世间 方便吃好 方便吃 那么你得到这个肉的味道 肉好吃啊 那你就天天想吃肉啊 那还在聊啊 所以 一定要做到 按照佛的意思 不吃众生肉 因为不吃肉 可以生活的时候 就不能吃肉 有人呢 认为佛在世的时候啊 邱家人五种证食里面 就有两种 就是鱼跟肉 所以他的文章里面就说 那佛在世的时候 鱼跟肉是证食 是证餐了吃的东西 所以他认为佛也在吃 好像他看到似的 简直莫名其妙 那么那种情况 那是一种 不得已的方便 我们应当要了解 在那个时候 刚刚开始 释迦牟尼佛 要把法弘扬出去 那个时候脱不生活 假如不方便一点啊 要怎么生活啊 所以慢慢 慢慢才进展 到最后不准吃肉 所以一般人认为 建律里面规定啊 鱼肉都是证食 看看中国的律宗祖师 这个道选律师 唐朝的道选律师 他在《四分律行事抄》里面 就曾提到 诸律并名鱼肉为实实 就是证食了 此事废浅教 最显明的一句话 这是在涅槃之前被废掉的教 那是涅槃之前方便的不得已 到了涅槃的时候 完全禁止吃肉 所以涅槃云 从今日后 不听地址吃肉 涅槃云由明文规定啊 从今日后 释迦牟尼佛入灭 要入灭之前 说的话 从今天开始 我不准地址吃肉 不听就是不准 不准佛地址再吃肉了 所以这个道选律师说 那个叫做废舔教 鱼肉为正实 那是废舔教 废是荒废 破废 废掉 这个是以前的旧教啊 已经不用了 已经废掉了 你们还在吃肉吗 所以愣且听里面说 有无量因缘不应吃肉 里面说了十种 现在不一一四一双 涅槃云明文规定 佛地址不准吃肉 这是对出家人说 在家人 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出家人 不准再吃肉 既然涅槃规定 不准吃肉 怎么还可以吃啊 鱼肉正实 那是非前教啊 所以那个写文章的人 他说 像愣眼睛啊 愣且睛啊 那些不准吃肉的话 他说那都是外道 把他混进去了 他这样子破坏国教 而他就是不敢说涅槃 他没有提到涅槃经 他不敢说涅槃 涅槃明明说 从今日不准吃肉 可是他就不敢提出来讲 那也是外道混进去的吗 味道也把这些 不正当的东西也混到 这个涅槃经里面去吗 他可不敢说 他就是破坏愣眼睛 愣眼睛不准吃 他破坏愣且睛 愣且睛不准吃肉 所以这些人呢 都是母子母顺 都是魔王波玄派来的 破坏佛法的 他说 不说 那么不在意的时候 方便 如果有炒菜 有可以吃的素菜 那就不能再吃 所以这个道理很显明 我们应当要了解 奈佛如来灭度之后 吃众生肉 名为是子 这个文字很显明嘛 佛已经叫得很无奈 你们为什么啊 佛入灭之后啊 你还在吃众生肉 而你吃众生肉 还叫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那就是完全违背佛意 所以写那一种文章的人呢 那是根本不懂佛法 才会复杀八道 那么所以啊 我们研究佛法 要好好的用心 否则啊 被谋外骗进去 还不知道 奈佛如来灭度之后 吃众生肉 名为是子 这类情况 到了末法时代是非常普遍啊 日本人 学佛 不知数的这种情况 大家都知道 而在日政时代 台湾是在 这个民国三十四年 才改变的了 三十四年之前 日政时代 我亲身纪念 日本人啊 他 对于这个 吃素问题 他是倒过来讲 他说这个吃素是小剩 他们随便吃肉 也吃什么都吃的 那才说 才叫做大圣 他叫做这样无碍 他倒过来讲 很奇怪 尤其他那个 进度真宗啊 那真是无肉不吃了 我在十四岁那一年 那这是第二次大战的时候 十四岁那一年 在苗栗 参加这个 日本进度真宗的 这个佛教讲习会 一个月 他破坏吃素啊 破坏得非常严重 好多老吃素 吃了几十年呢 都被他开摘掉了 我记得当时参加 讲习的 年纪最大了 七十八岁 有个姓李的 年纪最小的 我会姓 我姓陈 那个时候 我参加 就是十四岁 最小的 最小是我 那个七十八岁的老头子 他原来是个龙华教 二十几岁就吃素 可是被日本的 定度真宗一调话呀 开摘了 他也去参加这个 定度真宗的讲习会 那个讲习会里面 不但是吃猪肉 吃鸡肉啊 连牛肉都吃 所以那一个月 简直是 我不晓得该怎么讲 他破坏吃素啊 那他的话 好多了 我记得有些猪神啊 你知道吗 猪神啊 他说那个吃素的 阿拜祂做猪神啊 他说怎么说呢 他说他有学佛啦 有修行啦 不至于堕落地狱啦 可是呢 你要他升天嘛 他没有这个福德 因为学佛本来不必吃素 所以他没有路跑啊 最后就去做猪神啊 他把那些吃素的 通通做猪神啊 所以拢在那些 不懂佛法的 不明理的 就是福利福徒啊 肉就吃起来了 回去就麻麻糊糊了 这种情况相当相当严重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情况 那么现在嘛 光复以后 台湾的佛教情况 本来是不错的 现在也慢慢在变枝 我曾听 有人参加 受在家佛教界的 他去受在家佛教界 以后啊 他来见我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那个戒师啊 说的话好像是 不像佛法言 我说他怎么说啊 他说全世界的佛教 只有台湾才吃素 他这个话里面好像是表示说 很可惜啊 人家都可以吃肉 就是我们不能吃 他有这个含义 甚至他还说了那两句话 不该说的话 他说 牛羊吃素啊 有何功德 辅狼吃肉啊 有何罪过 说了这么两句话 他说这个话简直是不懂佛法 也不懂英国 牛羊吃素 牛羊吃素 有没有功德 你去问牛羊吧 他是为功德而吃 辅狼吃肉 天天吃肉 他没有罪过 你去问年罗王好了 他有没有罪过 这个话是不懂英国的话 尤其在戒谈里啊 公开这样子宣传 那传什么话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不用去学佛吧 他们一般在家人 人人都是菩萨的 所以都传承一些楼叉 菩萨变成楼叉 那么像这种情况 他就问我 你看看这个戒是这样讲对吗 我说你去问他 我不方便断定他对不对 因为既然他是戒是吗 我说不对 那要跟他打毙灭官司 或者是要跟他吵架 我没有这个力量 我懒得说话 所以我已经很久很久 不参加那些在加福山节 那个团建 所以有人呢 他在电厂里教人说 切肉没关系 把它当豆腐切 把肉当豆腐切 那如果你看到他在切豆腐的时候 就拿一块肉 塞到他的嘴里 叫他去